今天我们来画十二生肖猴子 先准备一支勾线笔来画它的五官 润湿 沾一点墨色调开 试笔 墨色不用特别重 它是荡在树梢上的 五官要有倾斜度 可以用十字线作为辅助 我们先来画它的眼睛部分 眼球要省着锅 眼球是眼睛很圆的感觉 然后斜向上再去画它的另外一支眼睛 中间越隔出一点距离 也是把它的眉毛先刻画 眼睛里的高光又留白出来 眼睛很有神的感觉 然后我们把它的鼻梁 其它的五官顺势画出来 红色的五官跟人很像 但是并没有原目的那么精致 鼻子没有那么突出 会有点扁的感觉 就不画太多的鼻疯了 突出一下鼻孔的结构 又有一个小红柔 嘴巴是突出的 然后我们继续来画它的绒毛 撕毛的话可以先撕一些大的边缘 先把它的五官纹廓 扣出来 形状人的时候也说出尖嘴猴腮 也不是比如说包一次 然后我们的一个特征 要给它正式出来 下巴要尖一些 头顶 油脑要更蓬松 耳朵的结构画出来 这个向上一点 这个也是对过来 这耳朵比人耳要靠上一些 然后其他部分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大一点的毛笔 擦出来它的绒毛 润湿用一只小白云 眼尖还是蘸淡漠 势必把多余的水分吸出去 然后我们可以从头部 还是从头部开始撕毛 要和五官这里形成一定的方向感 耳朵这里要空出来 然后身体的其他部分 可以直接撕 也可以先来画一笔 这样一笔带过 比如它的长长的手臂 先一笔带过 把它的结构定出来 还有它的身体 先一笔带过 底下这也有一些丝毛的结构 这边的手臂是抬起来 断开一截 上面是爪子抓住树 我们先停顿和画它 然后这边的腿 腿要粗一些 墨色更淡 画出它的胸上的额毛 然后我们下重 和身体的丝毛走向要一致 和身体的丝毛走向要一致 结构比例 这里要控制好 可以把这一只手 画一下 这爪子很凌巧 像人手一样 画完之后还是要撕一下毛 上面这只手也是要有质干的结构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质干画出来 这个质干我们用花青来画 花青里加一些墨 放开它手的位置 大概就是一个小时的 所以我没有她在线上 花青里加在线上 然后还在哪里 енной主度有什么 上面是尝尝的 从一种小时的 然后再来 这就是把线上 立马一样 然后下来 头部 于是要再加重一层 基本上我们比较重的四毛部分也完成了 然后给它染一下颜色 脸部略微染一点点红色 不要太重 可以用猪砂和鼠红调蛋也切换 终于把头部伸出来 然后逐渐往两边过度越来越淡 眉毛也控出来 耳朵也染一下 身体上可以有一点点淡折磨 去染一下肚皮上的绒毛 四肢也可以整体的再带一个折磨过去 让它够有统一性 手指 身上略微泛一点这种深险的红毛味颜色 眼睛由白出来 可以适当地染一点颜色 如果想加细节可以双勾一下枝干 声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